阿瑞卡在鐵路保全公司上班 她這天早上收到緊急通報 有一個人企圖拿假文件坐火車套去加拿大 阿瑞卡和同事找到三名長相幾乎一模一樣的嫌犯 你能夠單靠觀察護照分辨出罪犯嗎? 不論一個人來自哪個國家 護照照片沒有可以用刪當背景的 所以這個傢伙的文件是假的 鮑勃是學院講師 他找表現最糟的學生阿丹來談談 鮑勃想要測試阿丹的邏輯思維 他說假如你說謊我就把你從學院開除 如果你講真話我還是會開除你 這個學生該說什麼才能夠在學院留下來呢? 阿丹應該說我在說謊 這個句子會創造矛盾 因為這不能是謊言或是事實 南希有10顆保齡球 他的兄弟決定要測試他的智商 於是他請南希把10顆球排成5排 每一排都要剛好有4顆球 能夠幫他達成這項任務嗎? 他應該畫一個五角星 把10顆球放在各個交叉點上 好啦五排 妹排四顆球 凱文在沙漠中要搭便車已經幾個小時了 終於有一位駕駛人停下來說 你想去哪我都載你去 但你得先破解我的謎題 哪個字母可以讓馬路變大呢? 你能夠幫凱文解這個任務嗎? 字母B可以把ROAD變成BROAD 亞歷是一位牧羊人 他有30隻羊 除了13隻以外全都跑走了 你算得出亞歷現在有幾隻羊嗎? 他有13隻羊 句子說除了13隻以外全跑了 意思就是只剩下13隻沒有逃掉啊 看看這三名犯人 第一個傢伙推鐵桿 第二個人用啞鈴練肌肉 第三個傢伙坐著看書 牆上掛了一幅畫 你能夠確切地說誰有可能逃脫嗎? 仔細看看第三個傢伙 你看得到畫下面有沙子嗎? 他肯定是在挖隧道 還用畫把它蓋著 所以他是想逃的那一個 背棋的鞋子除了兩雙以外都是黑的 而且除了兩雙以外都是紅的 還有背棋的鞋除了兩雙之外都是黃的 你算得出背棋全部有多少鞋嗎? 只有三雙 每個顏色一雙 史密斯醫生為阿丹開了昂貴的維生素廚房 他給阿丹兩瓶 標示著R和B 藥丸長得一模一樣 醫生要阿丹每天從R瓶和B瓶各服用一顆 他不能多拿也不能少拿 有一天早上 阿丹正在拿藥丸 他一如往常從R瓶拿一顆 然後他不小心從B瓶拿了兩顆 現在阿丹不知道哪一顆是哪顆了 他不能夠隨意地把昂貴的藥丸丟掉 你有什麼建議嗎? 阿丹應該把三顆藥丸切對半 分別放成兩堆 現在兩堆都有半顆R藥丸 跟兩個半顆B藥丸啦 阿丹現在應該從R瓶再拿一顆藥丸 切成兩半分別放進兩堆裡 這樣一來我們知道每一堆都有 兩個半顆R藥丸和兩個半顆B藥丸 也就是一整顆R藥丸跟一整顆B藥丸 阿丹可以今天吃一堆 留著第二堆明天吃囉 我是紅色的 但我聞起來像藍色的7 我是什麼呢? 紅色的7 提米的媽媽有三個兒子 她把第一個兒子取名4月 第二個兒子叫5月 你猜得出小兒子的名字嗎? 正確答案是提米 滿明顯的齁 你看得出圖片裡有什麼問題嗎? 鏡子的倒影與現實不符 那這幅圖片呢 你看得出一樣嗎? 這兩位女士似乎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傢伙的腿上有繃帶 沒有人會帶著大傷口去游泳池的 除非他們是殭屍 章魚王的兒子有6、7或8條腿 7條腿的那個總是說謊 但6或8條腿的都說實話 某一天晚上 四個兒子見面聊天 藍章魚說 我們在一起有28條腿 綠的說我們在一起有27條腿 紫的說我們在一起有26條腿 而紅的說我們在一起有25條腿 你分得出哪個顏色的兒子講實話嗎? 綠色的兒子講實話 要證明這一點 我們先假設其中一隻說實話 顯然四個兒子裡有三個說謊 因為他們彼此沒有共識 我們先假設藍章魚講實話吧 這樣一來他就有6或8條腿 其他每隻章魚都說謊 意思是他們都有7條腿 這樣一來腿的總數會是 6加7加7加7等於27條腿 或是8加7加7等於29條腿 但是藍章魚說他們總共有28條腿 因此他說謊 現在順著同樣的邏輯 檢查剩下的三個兒子 我們就會發現只有綠章魚講實話啦 正確答案是 oca! 跟黃人問 nominees 中文問題 更好 我要分析的話 當然要不在乎 跳到哪些 doubles 說HH 有人說波左啊 正確答案是 few 我有胡子卻不是男人 我是綠的 但我不是蜥蜴 我是白的卻不是雪 我是谁呢 正確答案是 酒葱 有位坏巫師 把比利关在高塔里面 比利从巫师手中逃走 但是他现在得要从这三扇通往塔外的门当中选一扇 第一扇门后面有毒气 第二条路满是毒蝎子与毒蛇 而第三扇门后面是一群已经三年没有吃东西的狮子 哪一条路是最安全的呢 第三条 狮子不可能二三年还活着啊 莫妮卡很爱房地产 她以前会以每户三十万的价格在世界各地买房产 她后来意识到自己房子太多了 所以开始用每间房子三万卖掉 她显然是赔钱卖 怎么可能还是百万富翁呢 在卖掉房产之前 莫妮卡原本是亿万富翁 因为她开始赔钱 她变成只是百万富翁了 我到处是洞 但我还是能保水 我是什么啊 海绵 沙拉的妈妈有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儿子名字是乔许与乔拿 女儿叫什么名字啊 沙拉 你跟三只猴子在同一间房间里 一只有香蕉 一只有棍子 一只什么都没有 你能肯定说出房间里最聪明的领长蕾是谁吗 你 太阳晒我 手拉断我 脚踩我 嘴巴长我 我是什么呢 这句答案是葡萄 好 巴比参加一场脑筋急转弯的竞赛 主持人蒙起巴比的眼睛 给她一个篮子 里面有25颗红苹果 47颗绿苹果 和3颗黄苹果 巴比最少要挑几颗苹果 才能够保证至少有两颜色的苹果呢 她最少应该要挑48颗苹果 她有很微小的机会连续挑到47颗绿苹果 史密斯家正在家庭聚餐 一位爷爷 一位奶奶 两位爸爸 两位妈妈 一位哥哥 两位妹妹 两位儿子 两位女儿 一位媳妇 一位婆婆 需要工作一桌 房间里只有七张椅子 假如每个人分别需要一张椅子 他们还需要去借几张椅子 才能够全部坐下来一起晚餐呢 他们不需要额外的椅子 这里只有七个人 爷爷娶了奶奶 他们有一个儿子 他娶了一个太太 他们一起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所以晚餐只有七个人呢 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先弄破才能用吗 有概念吗 但